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饱受外界非议 但却并没有影响点人的感情 此前许孝顺在获得金钟奖主持人奖项时 甜蜜地带着妻子上台领奖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许孝顺表示妻子是自己的幸运物 说完后 点人还在颁奖台上大方接冷秀恩爱 在婚后的许孝顺经常在公共场合夸奖自己的老婆 甚至还会和网友们分享夫妻间的小乐趣 许孝顺深刻吸引了上一段失败婚姻的经验 在娶到小铁后 她一直努力成为模范丈夫 不仅经常给妻子买礼物买花 还会主动抽出时间和妻子共度二人世界 从曝光的一系列照片中可以看出 点人的外在形象的确有着狠带的差距 比起夫妻来说 点人的状态更像是一对妇女 这也导致许孝顺经常会被外界调侃老牛吃嫩草 和张继中度心灵一样 老夫少妻的搭配并不能获得所有人的理解 很多人都会觉得女方是因为钱才会选择年纪大的丈夫 许孝顺和小铁之间同样有着如此争议 点人结婚这么多年来 许孝顺经常会做一些投资 投资失败也是常有的事情 对此 许孝顺表示 小铁总是默默守护在自己身边 即便自己赔光了1500万元 也毫无怨言 近日 许孝顺爆料妻子 想要再给自己生一个孩子 每当妻子露出暧昧的笑容时 自己就会有些胆战心惊 这些也都是为妻子的身体着想 据悉 小铁的心脏半膜有问题 如果再怀孕 会给身体增加很大的负担 2020年 许孝顺150万元做起了殡葬业 靠着这一投资 许孝顺跃入六位数 成为了娱乐圈内的殡葬大亨 如今 许孝顺也年轻花甲 35岁的小铁还处在人生中 最美好的一个阶段 娱乐圈中这样组合的夫妻不在少数 但却很少有感情 如此稳定幸福的 最后希望他们两人的婚姻 能够一直保持如此状态吧 许孝顺台湾著名艺人 演员搞笑邪心 节目主持人 1989年在华市综艺节目 连环炮演出短剧单元 中国电视史之 军教片而走红 担任过周末玩电名 丑人俱乐部 综艺大顺利等节目的主持 2020年8月26日凭借 风神无双获得 第55届台湾电视金钟奖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提名 凭借在台湾的故事 或自然科学及人文 即时节目主持人提名 许孝顺自幼生长于 台湾基隆市暖暖区 1992年 许孝顺与李游君结婚 曾被外界称为 美女与野兽的婚姻 1995年 两人生下女儿 2001年 李游君与女儿移民加拿大 2005年8月4日 因夫妻生活观念不同 两人感情转弹 台湾苹果日报 故报李游君过世消息 被女方认为 是许孝顺恶意造谣重伤 2006年3月14日 美人离婚 许孝顺的演艺事业 一走下坡 2010年1月 许孝顺被李游君指控 为支付赡养费 当时的许孝顺靠副业为生 经济状况不佳 2011年 许孝顺没开二度 与后来交往的女友 陈瑜结婚 后一子一女陆续诞生 而近期有一张照片曝光 照片中许孝顺朝发十足 脖子挂着一串佛珠项链 双手一都带有 珠串手链 右手的宝石戒指 更是夺目吸睛 大得惊人 许孝顺笃幸佛教 一有收藏住家附近 大小珍奇石头的习惯 从对家族与祖家店铺的命名 凸显他对石头的热爱 2006年6月 许孝顺在基隆市暖暖区 东市街开设 顺子的家 石头族茶站 替人算命 由他对自己爱铺的命名方式 可以看出 许孝顺对石头家族 艺人经纪公司 有一份特殊的情节 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因许孝顺与其师傅彭恰恰 在《铁石玉玲珑》节目内 所饰演的角色 大受观众欢迎 便在2001年成立了 石头家族艺人经纪公司 主要是开办搞笑综艺表演级节目 许孝顺一是彭恰恰最喜爱的徒弟 去年许孝顺师傅彭恰恰传出 遭到破产飞机的消息 即生意失败破产欠债2.4亿 即使把房产对用来抵债 还是不能填这一无底洞 仍欠一亿多债务 实在想不到办法还债 许孝顺更是收到了师傅 彭恰恰发来的信息 居然是师傅发给许孝顺的遗言 被吓光的许孝顺 立即拨打师傅的电话 聊了足足三个多小时 才让师傅心结打开 不再去想做傻事 可见许孝顺对身边人很是关心 近日 台湾近六旬金钟主持人许孝顺 惊喜现身 作为台湾出名的资深主持人及邪星 近年来因为身体原因 已经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 专心在家修养身体 日前 许孝顺被直击到 邪交际以及六岁女儿现身 Breamin不来梅 意大利面餐厅 从画面可以看到 许孝顺口罩不理脸 防护意识很强 不时与妻子女儿交谈 气氛和乐融融 与娇妻毫无带高 据透露 许孝顺不堪忍受困扰其多年的痛风 终于在2017年接受了 右边膝盖半月软骨致患手术 仅一年后 又进行了左边膝盖致患手术 前后花费数百万元 因时间相隔甚短的情况下 做双膝手术 以至于许孝顺走路 仍是一拐一拐的 看似有些吃力 只能缓慢前行 幸好有娇妻 在旁细心呵护 而曝光的一张照片中 坐在许孝顺对面身着 白色小开衫 与黑色长裤的女子 就是许孝顺的第二任妻子 陈渝 一身简约休闲打扮 清爽利落的马尾 和白皙细嫩的肌肤 完全看不出已经生育了 一儿一女 少女气息仍是满满 虽然两人婚姻已到十年息婚 但两人之间的话题仍然说不完 每当许孝顺侃侃儿谈的时候 妻子都会细细聆听 没有半点不耐烦 许孝顺也不忘在旁的小女儿 不时搞怪逗趣 吸引女儿注意 眼神中满满都是慈祥的父爱 小女儿竖着双马尾 小卷发天真可爱 酷似洋娃娃 遗传了妈妈的高颜值 一家三口用完餐后 许孝顺还不忘抽纸巾 递给娇妻 观察入微十分细心 离开餐厅前更是仔细消毒双手 戴回帽子口罩 行动仍是一拐一拐 步伐缓慢 考虑到许孝顺行动不便 一家三口最终还是选择了 搭乘继承车回大约一公里路程的家 许孝顺今年影视作品较少 参演了2015年电影 我们全家不太熟 饰演神经夫 2017年电影 毕业旅行小翻天饰演餐厅经理 2017年电影 痴情男子汉饰演陈有力 2020年 许孝顺凭借综艺节目 风神无双入围 第55届金钟奖 她异常激动 兴奋大赞爱妻 就是她的幸运女神 虽然最后还是无缘捧回奖杯 但丝毫没有影响 许孝顺的性质 近日 港媒报道 许孝顺罕见谈起 小24岁的老婆 自夸自己运气好 妻子有望复命 据了解 许孝顺妻子 名为陈渝 两人结婚十年 儿女双全 虽然这段婚姻 一直饱受争议 但两人丝毫不受影响 幸福十足 所以金钟奖主持人 许孝顺在业界知名度 有目共睹 她是彭恰恰的徒弟 近些年因为身体原因 很少露面 可即便如此 许孝顺的生活 依旧有滋有味 尤其是这段相差 24岁的婚姻 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别人关注的话题 单看妻子陈渝 长相十分清秀 如果不说她已婚 大家都会认为 她是单身 即便现在生育了 两个孩子 但她身材傲人 不仅皮肤白皙 气质也是相当在线 对颜值丝毫不收女明星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 许孝顺谈到了当下 很热的话题 她表示老婆很想要三胎 但考虑到她的身体 自己十分担心 所以每当夜晚 看见老婆露出一脸暧昧 许孝顺总会 胆战心惊 可能岁数大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不得不说 这个男人真的很体贴 对娇妻十分疼爱 可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 所以更懂得经营感情 许孝顺总想着对方的感受 是个三号男人 放眼望去 娱乐圈的老夫少妻 逼逼皆是 他们的感情生活 一直备受关注 社会也对他们 有诸多偏见 有人觉得他们贪色 有人觉得他们爱财 总之夫妻之间的 目的性很强 其实 婚姻的幸福程度 与年龄没有直接关系 更多的在于 两人三观是否一致 虽然岁数相差很多 但他们的生活 远比大家想象中幸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如果您会订阅 请不吝点赞